明星期間 繼續回來澳門萬象我是林濤 大肆小事 澳雲 澳市 當然關你事 今天澳門注定大片不斷 才有法國 亭峰 領涵主演的塌城風雲 然後4月份即刻可以看澳門版的電視風雲 不單是香港有電視風雲 我們澳門也有 但這部電視風雲曾去年吵鬧到現在 主演是誰 不知道 劇情如何發展 也不知道 最後結局是甚麼款 更加不知道 因為這部大片很可能連劇本也未有 方案在哪裏 最近坊間仍盛傳 這部大片可能要換主角 由有線神變成TDM 究竟這真相是怎樣 相關話題一起探討 今天新聞的嘉賓是立法會議員高天賜 歡迎你 林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今年4月份之後 澳門的電視市場如何發展 從去年就吵鬧到現在 據高議員所知 現在究竟發展到哪個階段 我們公天問題究竟解決了多少 我自己也不是知道很多有關 但第一件很清晰的就是拖 由去年開始拖 拖到今年 很大程度 4月份繼續拖下去 因為全世界每個政府部門 每個政府都有一個隱憂 就是控制市民所看的東西 或者所讀的東西 澳門也不是例外 特區政府早已破替產 關於信譽 對於現在我們應該可以看甚麼電視 這些是一個私人的行為 每個澳門市民都有一個知情權 還有一個權利去選擇這些台 現在的問題就是過去這二十幾年 澳門人是可以看到電視 無論怎樣都好 他們是看到電視 現在最慘的是老人家 退休人士在家裡沒有電視看 幾百個台無端端就不見了 對於知識產權和有關電視台的版權 或者輸送權 這些是私人的行為 任何一個人損失的 或者覺得被侵害有關的權益 他可以入憑法院去索上賠償 簡單的東西 政府最厲害的就是複雜化 令到我們澳門市民 每個人都跟隨他複雜化那件事 現在他就說基本訊號 由一個非牟利的機構來處理 說就這樣說 其實我們不要免費餐 我們最擔心就是將來所謂基本頻道 那個工作由政府控制的電視台 俗稱澳港市來轉播 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有一個控制權利去控制哪些台 是免費給我們澳門市民去看的 我覺得這是錯誤的做法 不應該的 應該就是開放市場公平公正 任所有私人公司來去經營 這樣才是正確的做法 政府只是為了一些公共的利益 一些基本的台 他自己有一個電視台去做 有關提升我們澳門的公民意識 有關立法會、政府、法院 這些所謂令到我們澳門市民有一個參與權 對澳門有一個歸屬感 有關的事情給他去做 但是政府就複雜化了 現在變成了不夠將來 我們又不知道哪些台是屬於基本頻道的台 給我們澳門看 他又不可以發放出來 其實政府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已經叫澳大做個報告 但是澳大的報告出來之前 他自己就去宣布 我們已經有一個基本頻道將會這樣 因為他是非貿易 澳門有6,000多間的非貿易 其實很多時的非貿易 所謂澳港市 他不是非貿易 他是貿易公司 只不過是政府注資在裏面 肯定是他牟利 不是貿易 為何有這麼多廣告 之後做電台 很多時你都會見到那些主持人都會說到 我們不可以給這麼多電話進來 因為我們要為了廣告和客戶 我們要做多些廣告 拿了四分三的時間來做宣傳 他是謀利公司的 所以如果澳港市做這個所謂的基本頻道 我覺得非常之危險 而且會影響我們不夠將來的自由選擇台來去看 這是一個非常之倒退的做法 當然政府一直說 他要成立一間非牟利公司 來頂替原先友善所做的基本頻道接收的範疇的工作 但是說了這麼久 這個非牟利機構還未成立 現在甚至有傳聞正如官議員所說 可能由澳港市來接收這塊工作 究竟這個非牟利機構是否這麼難成立 因為已經很長時間 好坦誠說澳港市已經存在了很久 政府因為失策不負責任 拖延了準備工作來開放市場 令其他公司有條件公平公正去競爭 投入這個所謂的行業 造成政府自己又叉著腳 更加錯言更加錯 更加離譜就是他將來還可以控制 這東西對我們澳門市民所謂想選擇哪些台 因為其實市場私人是會自己調整的 市面上哪些人喜歡看哪些台 他們自己自然會競爭 去買一些版權、買一些電影回來 再轉播給澳門市民看 政府不應該插著腳下去 插著腳下去很危險 他就會控制了 我們除了有什麼方向 就是朝鮮、北韓的路上 人家向前走我們倒退 我們似乎的彭旗打坐向後去發展 這對於我們澳門真是羞恥 令到我們澳門市民更加明白 開放市場只是一個口號 香港的事情很清晰 在上面看到了 澳門揭開地毯 全部的蟑螂用花布來蓋雞籠 就會最貼切形容我們澳門現時的電視頻道 那個狀況 剛剛高議員也說了 我們的電視市場應該朝著一個開放的方向去發展 市民是期望著這個開放的方向 澳大的報告前沒有多久也出來了 他也有一個定論 澳門的電視市場應該朝著一個開放的態勢 一個朝著一個開放的方向去發展 無論是市民的期望也好 或者是學術研究也好 都會覺得澳門的電視市場是需要開放的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十幾年前其實都已經在說了 供天問題存在十幾年了 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我們的電視市場都還沒有開放的呢 要不需要找澳大得出的結論 是說要開放的 盲的也看到是要開放的 所以政府很多時候是演戲 另外就找一些配套角色 好像澳大的教授 冤枉就應該做教書 或者再浪費一些無謂時間 叫他去做個報告 得出來只有一個音響那麼大的報告出來 沒有什麼結果的 雖然是這樣 但人們都說應該要開放的 好坦誠說 不需要報告都要開放的 公平公正的什麼 我們的賭牌都是局部開放的 原本一個賭牌變得現在有六個 當然各樣東西都要開放 我們很多行業都是壟斷 造成了我們物價上升很多東西 包括現在供天 如果各樣東西都是不夠將來 只是有線電視 只是他才供應有關電視台的頻道 變成肯定 第一 服務會影響 第二 台他自己去選擇 沒有競爭去做 變成了最大的損失就是澳門市民 就是老人格 沒有電視台 我們要做任何事 尤其是政府來說 一定要大前提 我們所做的事是為誰 為澳門市民 他們當家作主 他們應該得到什麼服務 什麼台 最多這些是應該政府去做出 但他不是 他插著腳下去 變成了不夠將來 隱憂很大 因為政府是控制整個澳港市 裡面已經在鬥爭 現在現任的梁錦泉先生 3月已經到期了 他有合約滿 他又要回家 裡面已經在鬥爭 已經說明大明洋律師 去做主席 好了 這些隱憂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 澳門是社團文化 將來播什麼台 播哪個人 去剪扎 全部都是裁縫佬 因為打工沒辦法 老闆叫你剪那個 剪那個不能出這個消息 不能出那個消息 訪問這個社團多些 訪問那個不要擺 因為他是反對派 或者支持政府 不能出這些 這些事情會影響 很多問題會出現 所以到頭到尾 最重要的是開放市場 任人市場私人公司去公平競爭 看看我們澳門市民要什麼台 這樣才是一個公平的做法 大家都看到一件事 早前政府也說到 把魚骨收什麼台都沒有問題 反權和收台的頻道都是自由 原因是他不是做商業 他不是謀利 他自己看給自己 沒有問題 你收什麼都可以 有時候我們朋友之間 借錢還錢 或者說一句笑 有拖冒險先 朋友之間說笑沒有所謂 但政府部門如果跟你說 有拖冒險先 我覺得這句說話 挺影響整個管治的信用 當然你的信用會被人滾爆 這就是後話 這些問題從回歸前 再到現在為止 十幾年都沒有人處理 有拖冒險先 去年中 中院判決出來之後 大家很擔心 90天之後有沒有電視看 明年歲月份有沒有電視看 那些問題 怎樣處理 什麼時候處理 有拖冒險先 再到現在的方案 究竟是怎樣 你知道嗎 什麼非牟利 非牟利機構 在哪裏 過了一年 明年就已經四月份 已經在來頭 四月份 現在不說 等四月份 拜山清明才說 關於四月份之後的方案 是怎樣 現在可以說 謠言四起 剛剛也討論到了 某個牟利公司可能接手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有這麼多謠言 是因為有人玩拖字決 又不公開 那麼這件事 是不是我們澳門市民 期望的陽光政府 又是否特首恩賜期望 或者他要求的陽光施政 這些事情 我想相關的部門 真的要洩枕枕頭 想一想 好了 以上就是今期會萬象 我是臨頭下集見 第幾個牟利公司 過零頭下集見 過零頭下集見 兩個人 我哭了 太適合 光联誡 感谢观看